上车 行警持枪抵住车门 大声喝斥 嫌犯乖乖下车 趴地狼狈招逮 小小的轿车里 竟然藏着一座手机基地台 铺田盖地发送诈骗简讯 在假机站设备 直接发送简讯给被害人 大陆境外的机房 就会把这些收集到的个资 进行倒刮 进口的假机地台 装在租来的轿车里 触摸在台北人潮聚集地 包括捷运站商圈等 发射超强电波 路边民众手机 被强行连上到假机地讯号 就会收到银行 或是假电信账单催缴 等钓鱼简讯 点入连结 输入信用卡和个资 就会被诈骗集团 连接到境外网站倒刷 至少有30人受害 诈骗金额高达300万元 而且连上假机地台 从手机讯号来源 根本看不出来 到底如何能避免被骗 当你不小心中断连线 或你突然间 收到大量的这个简讯 要求你去提供一些 相关的资讯的时候 这个警察就要留意了 警方与电信业者合作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掌握侦测技术 并找到发送讯号 一举逮捕30岁郭姓主贤 他公称是大陆的 诈骗集团指示 整起案情还要继续向上溯源 全国首例假电信真钓鱼 提醒民众 来路不明的简讯 千万别乱点 记者林承安妃亚 台北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